生蚝1个1个啊 哦 现烤的还是啊 新鲜的 要点辣椒吧 不要太多 这种辣椒啊 好好来点吧 分量也大啊 你看 10块1块 哈喽 大家好 我们今天是来到了广东的深圳啊 看 深圳的伦华富士康 我发现这个夜市人也不是很多啊 我们先来看一下这边的物价啊 洗剪吹9块啊 这里发也够便宜的在深圳 然后这种都是炒饭啊 生蚝1元1个啊 生蚝1元1个啊 这么便宜吗 湛江生蚝 生蚝1元1个啊 哦 现烤的还是啊 新鲜的 1元1个 我来5个吧 10块钱起烤 10块钱起烤 那又来10块钱的吧 好没 你先给我烤的这多久能烤 2-3分钟啊 行 烤的时候饭呢 我去再要个炒炒面之类的 看一下这个是铁板炒面 炒面 我来份炒面吧老板 看一下啊 这个灯光好闪啊 这种面 这种面还有方便面 10块钱一份 10块钱一份是吧 好嘞好 就来一份炒面 这个是炒面吗 还有这个 都是 一样是吧 好嘞来一份吧 要点辣椒吧 不要太多 这种辣椒啊 好好来点吧 深圳炒面啊 深圳炒面啊 还有肠啊 腊肠啊 这是不是啊 对 一个鸡蛋 然后有腊肠 有菜啊 这卖10块是吧 对 那也不贵 深圳的地方 屋家很高的地方 这时候卖10块啊 我们再零一吃的也是10块 我立志要吃遍中国 只要是走到的地方 哪种面 这种面 可以可以 这种面好 吃遍整个中国的炒面炒粉啊 富士康现在有几万 几十万人现在这边 现在有10多万人 10多万人啊 年龄少了 他们不讲最多的就几百万人吗 100多万人吗 以前有 都跟着全多别的生产 哦 那代表人少就也影响生意啊 对 人多人少了 差几十万人 炒面啊 这是气罐 蹲一下 立马火望一下 是我喜欢吃的那种感觉啊 大火炒炒面 炒面10块钱一份能挣 能对半挣吗这种 差不多啊 差不多啊 因为现在东西贵了 东西贵了 现在赚不到 说实际上十块赚不到 现在竞争比较大 哈哈 竞争比较大 对 好几家卖炒面 你看 哇 差不多五六家 五六家 分量也大啊 你看 十块一份 好谢谢给我吧 好 谢谢啊 我转过站了啊 嗯 我们 哎呦还很烫 来份炒面 然后我们 我们的生蚝好了吗 明天 好了 是吧 哎好 好了好了好 生蚝 哎呦 这么多啊 一块钱一个啊 还在生蚝 这我见过最便宜的生蚝 我上次是在 在哪地方啊 是两块钱一个 我觉得已经很震撼了啊 居然还有一块钱一个的生蚝 还是蘸姜生蚝 来我们尝一尝啊 配着我们的炒面 我们 要了一份盒饭 哎呦 差一点散了 这盒饭十块啊 生蚝是震撼到我 一块钱一个 而且还不小 我感觉不小了 我先尝一个生蚝啊 哎 哇 哎 好吃 上面一层的蒜 蒜蓉啊 一口一个 哇 还有点辣 哇 一块钱一个我们可以肆无忌惮的吃了啊 这筷子好像拿法了 哎就这样吧 我们是刚才讲了 我们是走到一个地方尝一下当地的炒面 这是我们每次到夜市场必点的就是这种炒面啊 没有蒜 看 看 嗯 它里边还放了有腊肠啊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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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又买了瓶饮料啊 太干了 这个面 不过真的好吃啊 看一下这生蚝 哇这生蚝真的漂亮 超级大的 不是海边的海边的物价确实 深圳的物价是惊到我了 我刚还看到那边一个理发的 9块钱 洗剪吹 理发9块钱 真的假的不知道啊 看 深圳龙华富士康啊 中国最大的代工厂好像是 中国最大的代工厂好像是 嗯 啊一口一口这种生蚝 啊 嗯 味道挺好的 有点干就是 嗯 10块钱一份啊 这价钱在深圳应该 应该不算贵啊 10块一份 太高了 啊 他们生蚝声音还是挺好的 你看 嗯 不知道顾客跑哪去了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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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味道是真的挺好 它里边鸡蛋还放了有这种 哎 找不到了 腊肠 吃不下去了 它这个负量真的太大了 10块钱 大河我刚吃太多这个了 然后把这个打包带回去啊 我现在是在深圳龙华富士康的一个不停接夜市啊 看大排档一样啊 生意还挺好 我们吃到最后才发现这个地方就是富士康宿舍区啊 这是富士康的宿舍吗 我看满满的烟火气息啊 炒粉炒面 还有蘸姜烤生蚝 希望我们今天视频就拍到这啊 喜欢的点关注点赞好多见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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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